- 大家好,今天是禮拜一,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我是李欧 那台北股市呢,我们上礼拜就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地方台股走自己的路 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他自己走自己的路嘛 这个是我们台北股市嘛 其他国家都走这个方向 我们也虽然也是同方向,但是我们走自己的一条不同的道路 然后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礼拜五他涨多少 他涨了115点嘛,收盘收在10498点 刚好就遇到前波的这个支撑 那支撑被跌破之后又来到前波支撑 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反压嘛 所以在这里会来来回回去做一个震荡整理嘛 所以主要的趋势不变的情况之下 那大盘他在多方的反弹时间里面 他跌升会有反弹 那我们走的跟别人路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国际股市在礼拜五 尤其是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里面有三大 都呈现一个破底的一个迹象 但是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 我们政府帮他打了强心针 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从台股计分卡里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技术面上他出现的跌升反弹比较明显 那甚至于这个阻力的心态里面 他也出现翻多 所以我们看到台股的计分卡 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反弹的一个讯号 那这个地方既然多方取得一个短线的发球权 那你就要看接下来他能不能持续的往上走 那把握住这个多方向上的一个机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底要不要把握住呢 今天早上台股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 一度开小跌个四五十点 那但是往下跌速度很快哦 随即一度往下大跌超过百点跌幅来到115点 但是你有没有观察到 他一度往下跌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感到非常恐慌非常害怕 觉得说这个盘是不是又要崩了 但是你有看到这个地方 台币 奇怪台币怎么转升值了呢 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像之前一样 台币持续呈现贬值呢 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台北股市 他可能会再往上拉起来哦 而且这个地方看起来还是多方时间不变嘛 持续当中嘛 而且你看这个地方早上的下沙 刚好就跟前面这个地方的 这个下影线有相对一个呼应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比较清楚 左手边他有一根下影线嘛 那今天的这个下跌 来到前面这个下影线附近 他没有跌破哦 他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就往上拉起来 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前面有人在这个地方强力支撑防守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又再度发挥了支撑的效果 即使我们遭遇到国际股市 上礼拜我出现一个全面性的破底 但是我们台北股市他就是稳稳的 因为有人打强心针的嘛 这个地方他本来就属于一个多方跌升反弹的时间 所以他后面又往上做一个走高 今天收盘小涨一点 1.58点 那收在10500 那你看这个成交量956亿嘛 显然投资还是会有点担心的 因为成交量他并没有明显放大到千亿以上 他呈现的是一个价涨量缩的情况之下 后续的续航力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看早上早盘一度跌115点的时候 在早上10点 我们就跟我们投资朋友讲说 这个盘从这个台股弱中透强嘛 当国际股市破底有没有 政府在互盘嘛 这个地方从期货市场价差变化 我们可以发现 今天台股应该在平盘附近打混嘛 多方闪闪闪时间未结束之前 10500点有压嘛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收盘是不是在刚好摔10500 早上杀低115点 我们告诉大家 你杀低这个地方还在多方反弹时间 应该会在这个平盘附近打混嘛 到最后收盘收在平盘的这个位置嘛 好那重点来啦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看 这个地方续航力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价涨量是缩的 而且连续有没有 这个价涨这个量没有办法配合 情况之下 后面代表筹码没有换手嘛 没有很明显的换手 那很多人在这里 今天就算做多 也只是强反弹的做多 或者是手上有股票 他解套了 赶上就是赶快立刻做一个 减码卖出的动作嘛 所以还没有站上季线之前 就是我们看到蓝色这条线之前 你就是以反弹市值 跌升反弹市值 先不要见列欣喜 所以我们在上礼拜三 你看我们补了一大堆的空单 我们看出这盘 准备要做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家族成员 把这些空单呢 一档一档放进口袋把它补掉 好 那观察一下我们左右邻居好不好 我们左右邻居 韩国股市在干嘛呢 韩国股市里面发现 连续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都没有再创整个波段的低点 已经四天 这前面的低点没有被跌破了 那重点是季线 它在往下滑嘛 所以它代表架构是一个跌升反弹的架构 而且这反弹力道其实还没有很大 因为它离这个基线还蛮远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大一点的架构 其实从韩国股市来看 它可以说是整个亚洲股市里面最为弱势的一个股市 那这个地方它已经非常非常接近 上礼拜五嘛 上礼拜五还在往下往下走嘛 那这个地方开始感觉上要打底了 可是人家打底是因为它跌到今年年初的这个起涨点位置附近 所以韩国股市它是最弱势的 弱势的反弹 有没有 那反弹到哪里 你看这个地方 它前面有形成一个M头嘛 那这个M头的颈线位置 反弹你要先看M头颈线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支撑 支撑被跌破之后反弹 这里就是压力 而我们刚刚看到的季线 季线离这个支撑位置还有点远嘛 所以这里排盘之后 你会遇到双重压力 就是季线跟这个M头颈线的位置的压力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韩国遇到情况跟我们一样 它也是亮说人家韩国的韩国人 他们也不敢做多嘛 所以这个地方 它就是定义成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架构而已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前台北股市主趋势 它还是往下走嘛 但现在是多方反弹时间 它是往上嘛 所以一下一上盘 就会呈现一个盘整 可以呈现一个多空的一个交战 所以当国际股市在破底 美股在破底的情况之下 日本早上还往下破底 那收盘还是在这个相对低点嘛 那台北股市它是拉回来 虽然往下杀大跌115点 但是这个是打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是因为空单有做回补 或者是有投资人抢短多 它是盘整盘 盘整盘 所以我们上礼拜三 我们听大家说 你去看红海 你去看文贸 它出现了整个波段以来的最低价 创新低之后 既然当天是创新低 代表很强烈的空头才创新低 但是当天的收盘价又高过前一天收盘的最高 而且成交量又稍稍的有呈现一个放大 代表说这个是长虹吞噬的标准的一个罕见的多头的讯号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意味着说台北股市 由这两党股票带领会进入一个多方的反弹时间波 从上礼拜三看到现在目前为止还都是对的 还都是这个架构 没有错 很多投资朋友其实在建长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地方看涨的朋友 他就觉得说奇怪 这个盘怎么这么弱啊 确实 他看到这个盘早上一路跌超过白点 他觉得这盘很弱 后来他反弹上来 他还是觉得很弱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手上股票没涨 有没有 但是看空的朋友觉得说这盘也是弱嘛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他也没有反弹嘛 那强势股弱势股他也弱弱的嘛 弹不起来嘛 那少数的强势股他会自拉自弹 那我们看到今天上市的部分是小涨0.01% 可是上柜呢 上柜跌比较重 上柜他真的非常弱 他反弹也弹的不多 也弹的不多 而且他还小跌0.6% 那至于空方的标的呢 其实我们除了在上礼拜三 把大部分的这个空方标的 有做一个回补以外呢 其实有一些还没有跌的 还在高档整理晃啊晃的 其实就算今天从跌115点拉到平盘 这些股票大部分都是跌的 为什么像这次 你看 还有这个地方也是跌升反弹之后 遇到这个大户成本区的压力嘛 又往下跌 今天也是跌的 他只差临门一脚 他破这个关键价位的时候 那他就有可能再往下跌一段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张股票也是一样嘛 在这边盘啊盘啊晃啊晃嘛 他是不是也差临门一脚 如果突然出现一根中黑K就好 不用长黑K 这个地方前破低点一旦跌破 可能就会引发多杀多的一个疑虑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成交量很明显 亮缩嘛 无以为继 好 这一档也是一样嘛 前面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M头的形态嘛 那这个地方仅限位置跌破了嘛 那多方的这个关键价位也跌破了 来这里盘一盘今天你看上礼拜我这么强 一根长黄K棒今天又把这个长黄K棒几乎全部都要吃掉了 那很明显嘛 如果这个长黄K棒又被吃掉了 这个多方又要受到挑战 好那这一档也是一样 上面看起来横盘整理晃晃之后跌破多方关键价 下来横盘整理感觉上这个N字形的下杀也是有一匹的 他也只差临门一脚嘛 就看那个多方的这个防守什么时候失守 那空方来一根关键的中黑K棒 那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那目前看起来我们从国际股市上美中的这个情势发展到底如何呢 你看美中他各自强化他的立场 感觉上这个针锋枪对这个这个气势越越强了 所以你看到中国在6月1号开始 600亿美元的这个报复嘛 正式生效嘛 分别加增25 20 15%的这关税 但是对美国而言是不痛不痒嘛 因为你要报复就报复嘛 要么全部25%嘛 你还分那么多集 更何况你金额只有600亿 但是之前美国有威胁 如果你中国又反过来报复的话 6月底之前3250亿美元的商品 我一样会对你进行报复 而且一次就直接拉到25% 那当然中国的态度 这个中国的这个商务部副部长王寿 他就说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看到 美中之间他对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的金额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看法是很分歧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他认为说 其实这个贸易逆差金额是其实不到5000亿啦 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产品 是其他的国家把这个领主件送到中国组装 组装完之后变成品 成品价格但比较高嘛 在输往美国 但是你用这个成品的价格来当成是贸易逆差的金额 他觉得说对中国不公平 再加上中国他有使用到美国一些贸易服务 就服务相关的 那这些相关的部分是美国是顺差嘛 所以其实中国他认为这个贸易逆差的部分 实际上应该只有1500亿 不像美国所说的这个5000亿这么的庞大 所以这地方中国跟美国之间他是有存在蛮大的这个奇异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中国他是现在正式看起来他也开始建立他自己的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 就反击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嘛 所以他说针对这个对外贸易法 针对这个反垄断法 针对这个国家安全法 有没有 只要损害中国的企业 通通把你列入这个名单 那很显然的 他就是针对之前跟华为分手 那跟华为断交的这些外国企业嘛 包含像这个Intel 那高通 美光 Google等等的相关企业 那等于说是摆明了要报复嘛 那当然这个地方稀土站 中国还要准备好 因为你看这个20号 5月20 习主席访问这个稀土基地嘛 29号重点是这个人民日报他的这个言论 因为他讲了这句话 他说物为言之不欲 就代表说别怪我没有事先警告过你 有没有他警告什么 他说中你拿这个中国所生产的稀土 所制成的产品 再来压抑中国的发展 这个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事情嘛 而且这句话 物为言之不欲 这句话 以往只发生过两次 而且是在中印边境战争 跟中越战争之前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外交用语啊 所以这个地方感觉上这个贸易战一触即发啊 那当然这个周末的时候 中国还有公布这个贸易谈判的白皮书 这里面写什么呢 就写说中国对于贸易谈判的态度是什么 那他说谈 中国大门就是敞开的嘛 如果你要打奉陪到底嘛 这时候美国他态度也蛮强硬的哦 我们刚刚提到美国说如果中国报复 接下来3251 25% 他也会报复嘛 所以看起来大家要走这条路的几率是相当大的哦 大就是要奉陪到底哦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高估贸易顺差的部分 那川普当然在这个地方 他也特别的强调说立刻回呛嘛 说美国不是笨蛋嘛 美国被人家当小住户嘛 已经当很久嘛 所以这个地方他认为说他还是坚持用关税 因为他认为关税这个字很美好 重点是他想要凭借着关税 多捞一点钱回来 那其实主要目的啊 当然就是跟他在明年要进行一个总统大选 是有相当程度的关系的 那你看哦 这个川普他的态度 我们从这个小地方可以观察 他是不断的在各处点燃战火 包含像美加墨贸易协定 他针对墨西哥又额外克征这5%的关税 甚至于说一个月加5%到10月把它拉到25% 其实墨西哥 美国对墨西哥的这个进口啊 是高达3000多亿 3600亿 他是全部哦 全部的商品全部都克5% 对墨西哥的影响是相当的大的 那重点其实如果只克墨西哥 对全球是不会太大影响 但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现在正在跟美国谈判的这些国家 他会觉得说川普这个人的诚信是有问题的 会不会我跟你签了协议之后 你突然又说你要克征关税 这个是造成现在市场上目前比较大疑虑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川普他也对印度挥刀 本来他给印度这个最惠谷的这个贸易待遇嘛 这个地方6月5号开始他要取消 他是不是也想要对这个印度 开始开启他的贸易战 希望印度也跟他多买一些产品 因为美国他反对中国 他打中国他反对中国什么 2025中国制造 印度也有印度制造 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嘛 他才刚连任而已嘛 印度总理莫迪他也打印度制造 他想要印度变强嘛 不要再倚靠其他国家嘛 但是我们看到你看印度 他的失业率创45年来的新高 那他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6.1% 也是连续三季以来相对比较弱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看雪上加霜 所以我想川普他的态度啊 感觉上他没有收敛哦 反而是越逐渐的 是把这个对外贸易的战火 越打越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你看美国其实他自己 也陷入一个两难 你看美国的这个公债殖利率 短天期的有部分 已经大于这个长天期的 大于这个十年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嘛 代表说未来暗示未来 短期间内可能在半年一年的时候 这个经济衰退可能会悄悄找上门 那我们从哪些可以看到呢 从这个美国的PMI 美国五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已经创下九年来新低 不是慢慢找上门 是已经找上门 那我们看到德国也创下七年半以来的次低嘛 德国PMI 意大利预算案过高嘛 意大利欠太多钱了嘛 债务问题 占他GDP比重高达132% 那英国拖到现在还没搞定 那你看中国 中国的五月份 他的PMI数字也是很烂嘛 他也是掉到50 融枯线以下 掉到49.9 那他的新出口新订单 一样是往下滑的嘛 月减1.6 2.7 他下降幅度都蛮大的 那再加上有没有 美国制裁伊朗 不让伊朗的石油出口 那航空母舰都开到波斯湾了 这个地方感觉像这个油价没有 算近期跌蛮多的嘛 如果真的开打 这个油价会往上 但我个人他认为这个地方 如果说要立刻开打 几率是相当低的 因为美国战线已经扩展太大 除了贸易战以外 我想他不会轻易的冒险 实际的去做这个战争 因为这个对于美国股市的影响太大 因为川普这个地方 他就认为说 他希望美国股市好嘛 所以他希望费的能够降息 但现在看起来美国联主会降息两次 几率已经超过这样一次了 所以如果真的降息 他才会有办法继续的把它战线扩大 那我们看到 其实你看这是美国股市礼拜五 你看这科技类股 纳斯达克破底很明显创新低 而且收盘收最低嘛 那道琼也是创新低 收盘收最低 日经 日经今天又再创新低 礼拜五还是创新低 今天再创新低 那这个标普500也是一样在创新低 那我们看到德国也是一样创新低嘛 那韩国股市今天是往上走高 因为这个跌太多 他是领先国际股市 算是国际股市面跌的特别深 他既然跌深了 让他休息一下 他开始做一个小反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台北股市 短线上跌深之后呢 到底就在哪里 当然FED罕见非常点名 美国联主会 他竟然会点名说 这个贸易战受惠的国家 有可能是台湾 南韩跟东南亚国家 可是你看一下南韩 他跌到今年年初的低点附近 所以就算未来真的会受惠 真的会有转单的效益 好 重点是你这个波段的下跌 还是要先避开嘛 避开之后 后面真的有单子进来之后 那你才有办法去把握这一波的 这个后面的这个利多嘛 那政府短线上 他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跟南韩比较起来 我们非常非常抗低 因为我们有在护盘 有在撑嘛 所以有些股票被打强新增之后 跌升 他开始有反弹 重点是反弹 你不要加重自己的负担 你应该要趁反弹 好好的调整持股 那近代国际股市落跌的时候 那这样子同步往上 你的方向 才会比较偏多 才会比较安稳 你做多才会比较安稳 所以大趋势 如果也跟着转换方向 那台北股市能够站上这个季线 那对于整个多方 做起来你才会比较顺心如意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